大家下午好 继续我们的读书时间 今天下午呢 我们依然会带大家读这本书 叫做抗炎自救 抗炎自救呢 为什么要和我们 昨天给大家讲到的是一些 脂肪肥大之后的表现 让大家慢慢的去理解 可能不带大家读这些书 大家总是会认为 抗炎抗炎是要吃消炎药 千万不要产生错误的认知 大家一定要知道 炎字怎么写 火上之火 其实这里边所说的抗炎 这里边要抗的炎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老百姓所说的上火 但是一次性的上火 和持久性的上火 和原本就已经上火了 你再叠加上一些火 那么持久下来就表现成了炎症 而刚刚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一个判断 什么 鱼生火肉生痰 当我们这样的一些脂肪性的食物 长期性的包裹在我们肝脏 一过性的没关系 但是它长期性的包裹 不断不断的 今天释放点炎症因子 明天释放点炎症因子 在这样的一个累积伤害之下 我们的肝脏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的肝脏就会变成了线维化 所以大家要理解新名词叫做什么 代谢性脂肪肝 所以说把它也归纳为了炎症的一种 大家一定要知道 脂肪肝就是炎症的一个慢性的炎症的一个起始的阶段 就是我们的脂肪细胞不断不断在释放 那么好 我们再看看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家 我们的齿骨教授 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先看一张图 来这张图 这张图非常清晰的表达了一个什么呢 在这个里边我们的脂肪当中 那么胰岛素是可以控制血糖的 那么脂帘素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物质 能够帮助我们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 但是当我们的脂肪特别特别大的时候 会限制我们胰岛素的发挥 所以大家会发现 糖尿病 高血压 就是所谓的这个三高 包括现在的高尿酸 高同型半关胺酸血症 这样的所有疾病都统成为一个病 代谢性疾病 代谢性疾病的背后逻辑 就是你所吃的饮食和你身体的需求不统一 让你的身体的代谢机制上产生了障碍 由此产生了一种炎症性的反应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在这里边 池谷教授谈到了一个观点 什么观点呢 持续性的饮食过量 我们的脂肪 我们的细胞 会让它把一些多余的物质 转化成脂肪 存了起来 存起来之后 这些膨胀的脂肪细胞 会释放什么呢 油理脂肪酸 好 油理脂肪酸被当做热量利用了 没有关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要多做一些运动 就是如果油理脂肪酸被当做热量有效利用了 没事 但是没有被利用的时候 它就会在我们的肝脏里边被转换成中性脂肪 或者说胆固醇 大家要理解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代谢型器官 我们吃的蛋白质在肝脏里边重新分解变成氨基酸 那么变成氨基酸之后再合成我们所需要的蛋白质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我们所吃的脂肪也是这样子 它也要经过肝脏 在肝脏里边 它需要合成多少 我们跟大家讲过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 或者说中性脂肪就会增加 所以大家要理解的是 一方面来讲 你饮食当中的油理脂肪酸在肝脏当中被合成他们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合成多少 我们的脂肪释放多少 其实是和你的血管内壁的炎症密切相关 那么在这里边大家看到没有 很多人都理解的就是血酬血酬 其实我们并不是有一个专业的定义什么叫血酬 所谓的血液粘稠 只是说你这里边多了很多的脂质 那么这样的问题的话会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 引发心梗脑梗 其实所谓的血酬就是我们的脂质偏高 好 这里边谈到一句话 内脏脂肪型肥胖加上三高 是心脑血管死亡的四重奏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 人变得肥胖 它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当然肥胖不是看体重秤 体重秤的话 你含水量高等等的都会造成体重增加 专门指的是内脏脂肪 就是那个大肚子 硬硬的那个像个皮球要砰砰 篮球要拍着响的大肚子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罹患高血糖高血压 那么这几个地方存在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亡的四重奏 主要的原因和我们的脂肪细胞过多活跃 分泌的这种炎症因子有关 好 在这里边 多余的脂肪增加后 一旦出现两项或者说三项 就是当我们已经大肚子了 你只要是出现了 这位大肚子一定是有脂肪肝 这个不用去讲 是肯定是有的 你只要是一旦再叠加上了高血糖高血压 就一定会被判定为代谢综合症 所以代谢综合症的终点就是脑中风 跑不了的 所以我们要从源头上开始控制 是什么呢 要理解为什么日常建议大家要注意肝脏的抗炎 所以只要这个人胖起来 当然去掉脂肪是一个抗炎的最有效手段 但是当我们去不掉脂肪的时候 就要不断不断的增加肝脏的活性物质 包括像我们很多书记当中所推荐的一些水飞剂 还有我们很多书记当中所推荐的什么AKG 比格奎林昆等等这样的物质都要纳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 因为它要增加的是我们肝脏对抗炎症环境的能力 如果说我们的肝脏没有外来的这个脂肪侵扰 这是我们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 但是在当今生活当中 很多伙伴的面临的生活是有交际 有应酬 面对着这种工作压力 甚至每天日常的工作只能是靠一些快餐 靠一些外卖 甚至三两个包子来解决问题 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背后 就带来了我们脂肪肝的一个高法 所以我们走在街上 大肚子人很多 这样的一些伙伴 他的家属 包括他自己就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那么首先我们要去减肥 要去减脂 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 但是当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课程 理解了这个脂肪对肝脏的主要影响 是它慢慢慢慢的 长久的不间断的炎症物质的释放 那么我们就要不断不断的 吃一些抗炎性的物质 和它形成一种对抗 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解决问题的当下 和解决问题的一个长久的一个原因 好 我们在这里面看 在这里面的话 来 池谷教授给了一个标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标准就是高血压的标准 还有血糖的标准 还有我们的腹部肥胖的一个腰围标准 还有高密度脂蛋白 还有低密度脂蛋白的标准 当然这是一个日本标准 和我们国内的标准不是很一致 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值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谈到了 当我们的中性细胞的储存量过高 那么我们中国的标准是多少呢 那么超重和肥胖 就是BMI大于25 高血压也有了一个标准 血糖是空腹6.1毫米 还有一个我们自身的这个肝油三脂大于1.7等等 这样的一些标准的话 大家都要对它有所了解 出现了这个问题 就证明你的身体 你的肝脏 你的血液 你的血管 都处于一个炎症化的环境之下 这是当代人最常见的 下面 好 刚刚我们说了 如果说脂肪 附着到了我们肝脏当中 它伤害的是肝脏 它会不断不断的向我们的身体当中 向肝脏里面释放这种脂肪 浸润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的肝脏是很具有牺牲性的 它会尽量把更多的脂肪控制在自己边上 避免它去伤害我们的其他脏器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胰脏 我们的骨骼肌 我们的心脏 原本是不应该有脂肪的 我们的心脏很热 它在我们的高上端 这就是当我们的脂肪 没有办法都储存于皮下 储存于脂肪细胞 它在随着血液所游走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脂肪之外的细胞 这种是一种非常非常恐怖的现象 就大家能理解的 冠状动脉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脂肪细胞到了这里 来我们向下看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种脂肪 叫做异胃脂肪 异胃脂肪什么呢 太多的人所出现的 我们的皮下脂肪属于标准脂肪 一定要有这个对身体有好处的 还有我们的腹部的脂肪 内脏脂肪 第三种脂肪 就是昨天给大家讲课当中提到的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异胃脂肪 异胃脂肪到哪里 哪里就会造成什么呢 闷烧 好 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话 为什么我明明不喝酒 却还得了肝炎 刚刚我们讲过 肝脏一旦有多余的脂肪附着 在这个地方就会引发炎症 因为被免疫细胞 它自己想要帮你去清除脂肪 人体的免疫细胞特别特别的想干好事 但是很多时候 你的脂肪和你的肝脏细胞 浸润在了一起 它包裹在了一起 我们的免疫细胞 想过来帮你清除脂肪 但是会同时攻击了你的细胞 所以引发的这种肝炎 这种肝炎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 非酒精性脂肪肝 因为以前大家都认为 酒精性脂肪肝一定跟酒相关 但是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就能看到齿骨教授这句话 很多人不喝酒 但是也有脂肪肝 那么首先我们要理解脂肪的状态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所说的果糖 很多女生大量的吃水果 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 我们日常吃的精米白面 只要是热量高 只要是这种红量营养素提供过多 就会导致这样的状态 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这样的物质附着在了 我们的胰脏上 在胰脏上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胰岛素的功能就会下降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 肥胖是万病之源 炎症是万病之源 糖尿病的背后逻辑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你的胰脏 所出现的脂肪寝润性的炎症 好在这里边我们再往下看 形成斑块 加速动脉硬化 那么这样的一些脂肪 它在血液当中 它在血液当中会到处的聚集 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它自己聚集的这个过程里面 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 把引起炎症的这些介质 输送进来 如果说你这种 它这个炎症的介质 在你的冠状动脉里边存在了下来 你的冠状动脉会闷烧 会加速老化和脆化 所以大家要看到下面这句话 这种炎症引起的损伤 速度比冠状动脉自身的老化要快 人一定会死 死亡的过程 就是我们身体同步老化的过程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说 你有冠心病 我有糖尿病 我是有肺病 我是脑子里边会有疾病 我会有脑梗 你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 其实各种各样的疾病的背后 就是你的慢性炎症发生在哪里 发生在冠状动脉里边 你就是冠心病 发生在肝脏上面 你就是肝病 发生在我们的神经上 我们就是神经炎 发生在我们的脑血管 那就是脑梗 那么造成了它的破裂 那就是中风脑溢血 名称不一样 但是背后的逻辑就会产生这里 明白了不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看看下面这句话 人体因为我们的饮食 会造成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 你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 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攻击它 比如说你对食物 有你的这个肤质 或者说你有一些东西不耐受 但是你吃了 你的身体会攻击它 那么你会产生一个免疫性的反应 还有一个 你这样的一些不应该存在的脂肪 我们的身体当中 除了我们的皮下脂肪 除了我们的这个脂肪细胞 还有肝脏 除了这几个位置之外 都不应该有脂肪 但是它有了之后 它多了之后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要清楚 除了这个 包括我们的尿酸 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 所产生的诸多诸多的问题 都是因为免疫系统乱攻击影响的 那么为什么激素在很多时候有用 就是它让我们的免疫系统 暂时不要去攻击 那么它不攻击 带来的病症的暂时性好转 所以大家要知道 甲状腺疾病怎么来的 免疫系统攻击了甲状腺 因为没有外在的诱导因素 所以它的攻击的结果不同 会产生了加抗加低 对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有脏器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好我们再往下看 这张图所讲述了三种脂肪的价值 第一个皮下脂肪 然后第二个内在脂肪 所以大家会看到有一些人是什么呢 身体的下半身比较胖 就是我们所说的臀部比较大 然后腿比较粗 这种是皮下脂肪比较多的人 所以这样的一些人 我们所谓的叫做棕色脂肪人 或者叫做什么呢 梨形人 他们自身来讲的话 不会引起身体的一个强烈的疾病性反应 这叫梨形脂肪 中国叫梨形身材 日本也这么叫 另外一个就是苹果形身材 苹果形身材的特点是什么呢 肚子特别的胖 我们看到过很多的阿姨 或者说很多的叔叔 年纪大了之后 肚子很大 腿很细 所以曾经在国内 我们上海的瑞金医院 针对国内人做过一个糖尿病体征调查 糖尿病体征调查的标准 就是大肚子小细腿 只要这个人肚子大腿细 这就是标准的糖尿病身材 其实也是 这是20年前的调查 在这个调查过后 他背后所讲的也是慢性炎症的问题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 最讨厌的就是异胃脂肪 到处在跑 你看他的图片当中也画的是 可以在腿 可以在腹部 可以在大脑 哪里都会去有 所以大家除了这个之外 除了异胃脂肪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的异常性的食物 就是随着我们的食物 经过肠漏 带到我们身体之后 背后的主要问题 都会引发我们的免疫攻击 带来的炎症反应 好 我们再往下看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减肥是最有效的抗烟药 脂肪的问题已经跟大家讲了 那么包括在你脂肪量太多的情况之下 胰岛素的效能就会变差 那么 胰岛素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叫做肥胖型激素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所说的 胰岛素 它是一个储能激素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糖尿病患者 在他没有确诊糖尿病的时候 人很胖 这就是一个炎症体征 一旦胰岛素的功能丧失之后 人就会迅速消瘦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一个 就是冲击真相 什么叫冲击真相 什么叫做冲击真相 胖子不容易吃饱 是不是真的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的话 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特别特别的容易饿 就是有些瘦人的话 好像容易一天不吃饭 但是胖人的话呢 就是每天会吃的很多 但是会更容易胖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就谈到了一种激素型的转变 而这样的一个激素转变差在哪里 其实差在是由我们的肠道益生菌所诱导的 所以你只要是能够通过一定的抗炎饮食 把你的炎症意识住 调整我们内在的一个肠道菌群环境 就能够让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瘦体素 逐步逐步的增加 那么它的食量不但会减少 脂肪燃烧会变得更容易 所以有一些人是很难胖起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但是大家要知道很难胖起来 你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你的身体不胖 你不重 不代表你的脂肪不多 大家要学会利用肌肉和脂肪的 对应性的平衡关系来理解 好 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年发福 因为我们为什么在中国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中年发福 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段相比 但是它的脂肪的储存空间会有变化 所以当它自己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被塞满的脂肪 所以很多人一旦出现了中年发福 非常容易产生的原因 就是这些没有 它不在你的脂肪细胞之内 因为你的脂肪细胞偏少 那么这样的话 你的储存空间会变少 你一旦人到中年 一旦胖了之后 你的脂肪就特别容易变成中性脂肪 大家记住 人胖一点 如果是皮下脂肪 它会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它不跑 不跑就不会要命 那么内脏脂肪是什么呢 内脏脂肪是寝润你的肝脏 寝润你这个位置 它会造成我们的一些慢性炎症 但是如果说你自身的 你说我很瘦 年轻的时候我很瘦 那么就证明你的脂肪细胞比正常人少 但是也同时证明你存不了什么脂肪 但是在这个时候 一旦你胖起来之后 你会产生大量的 就是没有地方放的脂肪 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类脂肪 然后到处乱跑 这是更容易引起我们疾病的一个问题 所以一直瘦问题不大 那么你如果说是皮下脂肪多 人下半身胖胖的也问题不大 最怕的是什么呢 年轻的时候瘦 然后中年之后突然间胖起来 我想我们很多伙伴的 尤其你们的男性老公们 还有你们自己的家人 也会出现一个姑娘 年轻时候很瘦 但是到了中年突然间胖起来 这个过程要非常非常的提高警惕 好我们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当中 来 如何调整我们的瘦体素 这就是我们瘦体素的传递 来自于肠道所传递的饱腹感 所以通过控制炎症 通过我们改变身体的饮食结构 通过我们能够做到纯净生活 加上抗炎还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瘦体素的来源 它其实是一个糖敏感体症 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给大家讲过一个美食公式 就是糖加上油 还有加上什么呢 就是淀粉 就是我们说白面面粉加上糖 就加上油加上糖或者加上盐 就是我们说的烧饼的甜 烧饼的咸 包括粽子可以是甜 可以是咸 这样的一个饮食方案 如果你的肠道当中充满着这些食物养成的细菌 这就是肥胖菌 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我们可能想到过一个事情 一个核桃 或者说一个花生 你吃一个生花生 你对它的 你对它的渴望 其实是低的 你不是很喜欢吃生花生 如果把花生给你炒熟 你对它的食用的渴望 它调动你的食欲的价值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高 我们只说同样是一个花生 甚至包括核桃 甚至包括坚果 而这样的一些食材当中 它原本就有一些碳水 它是碳水和脂肪的一个复合体 那么我们通过高温的烹饪 通过炒 通过烤 等等的方式 让它里边的脂肪产生了一定的变性之后 那么核桃变成了一个糖油混合物 花生变成了一个糖油混合物 它会让你的身体 如果说你充满着这样的 常吃这样的食物 你身体的这样的一些肥胖菌株 就会容易产生出来 其实我们为什么说 在自然界当中 食物里边充满着叫做什么的 美食诱导剂 什么叫美食诱导剂 我跟大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全国非常流行的一个吃法 叫做枣加核桃 枣加核桃的设计原理是什么 核桃是油 枣是糖 这两个合在一起 基本上就会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肉夹馍的概念 就是我有糖的部分 红枣部分 我也有油的部分 那么枣加核桃好吃 你用个甜的东西 包括我们油炸了一个花生米 大家会发现在油炸花生米上面 有人会习惯于撒糖 有人会习惯于撒盐 都好吃 因为当这个花生米被炸熟了之后 它自己就里边有碳水了 也有脂肪了 你用糖和盐调味 都符合人类的美食公式 那么这些食物你一旦吃了 你会觉得胃口大开吃的会非常非常的多 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话 就证明你的肠道的菌群 它是一个湿油的菌群 它是一个湿糖性的菌群 所以这就不符合我们所说的和受体的一个原因 其实我们想让自己变瘦 你们只需要懂得原理 我建议大家 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坚果 坚果能吃生的尽量吃生的 而且避免选择什么呢 在吃坚果的同时配上水果 尤其是配上类似这种干果 我们发现在美日坚果当中 它叫美日坚果 但是它会有一半给我们提供的是什么呢 葡萄干 蓝莓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很甜很甜的干果 所以这两个东西一起吃 就像我们的早家核桃一样 成为了一个糖油混合物的结构 而在这样的不断不断的引导之下 我们的肠道菌株就产生了改变 所以很多原本体内具有受体素的人 你的菌株环境在变 那么你的体内的这种受体素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就是它得不到满足就会死亡 而你体内的这样的一些给你刺激食欲的 这样的一些菌株在不断不断的产生出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学会控制我们的饮食结构 那么我们其实想要控制好我们的脂肪性反应 大家只需要一句话 把快糖变成慢糖 还有一个切断糖油连接 什么叫切断糖油连接 我们讲过很多次这句话 一碗白米饭 尤其是一碗糙米饭 你简简单单的把它吃下去 配一点青菜 你吃不了多少 也就一小碗 你就会有饱的感觉 而这种饱的感受 是你的正常身体的感觉 是你的受体素向大脑发出的 我吃饱了 我不想吃了 我的菌株环境已经满足了 但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说我们把这一碗大米饭 我们加了一勺猪油 形成了上海人喜欢的猪油拌饭 或者我们把这一碗大米饭 用两个鸡蛋去炒一炒 形成了扬州炒饭 你做了一定的加油性的调整 你原本白饭 杂粮饭糙米饭 你是一小碗 但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调整之后 你能变成吃两碗 吃三碗 同样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的受体素为什么不产生作用了 因为它不是一个耐油型的一生菌 它不是一个耐油型的菌株 而我们肠道里边 在你用高油高糖食物刺激它之后 你的受体素就不产生作用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人从正常到发胖的一个原因 想要调整回来 很简单 把我们的饮食结构 做一些改变 当你知道自己身体当中受体素的含量不足 其实就是一种一生菌 这种有益菌的含量不足 这种有害菌比较多的时候 你只需要切断糖油连接 就是我即使我知道我不能碰油炸过的花生 即使想吃 我就吃两个生的 吃生花生是调动受体素 吃生核桃是调动受体素 炸过了之后再吃 那调动的就是你的肥胖性激素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全世界的人 其实大家在这个地方是有共识的 什么叫做有共识 首先第一 我们发现美国人胖人很多 美国人喜欢吃的什么呢 汉堡包加可乐 可乐是一个很甜很甜的东西 他们要跟汉堡包结合在一起吃 那么又有油又有糖 它这里边的这点蔬菜 基本上被忽略不计掉了 韩国的饮食特征是什么呢 曾经在我们中国很流行的炸鸡加啤酒 那么炸鸡是什么 油脂化的结构 那么有蛋白质 有脂肪 还有一套是炸的 当然就更好理解了 那么一个啤酒 它自己也是一个糖油混合物的结构 啤酒是糖 炸鸡是油 所以这两个凑在一起 会让我们很快乐 我们像日常生活当中 还有大家饮食当中的话 真的给你一杯酒 然后给你一个拌黄瓜 你喝起来就没有这么快乐 那么为什么花生米是标配 我们所说的酒 也是一个由粮食而酿造出来的 尤其是啤酒等等的 它的含糖量更高 我们所谓的 其实啤酒加羊肉串 和啤酒加炸鸡和可乐加炸鸡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甚至包括我们的肉夹馍 甚至我们的这个过油肉拌面 甚至我们的盖浇饭 等等的很多吃法 很多人喜欢用菜汤拌饭 其实这个吃法也是一个糖油混合物 这个带来的结果 是让你的受体素越来越少 肥胖性激素越来越多 肠道的菌群在慢慢的改变 带来的诸多的不好的结果 明白了不 所谓的管理餐桌 就是把这些食物的连接切断掉 纯净饮食的一个基本概念 我们如果说需要的是杂粮 我们是纯粹的杂粮 如果我们是需要的是蔬菜 我们是纯粹的蔬菜 我们所需要的是蛋白质 那就是纯粹的蛋白质 不要在加工领域当中 你把别的东西给它加进去 因为这个东西想要好吃很容易 你只要加糖 你只要加油 你只要加淀粉 你只要这么去做 它一定好吃 吃油条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到过在油条里边要撒芝麻 撒什么呢 白糖 然后用麻子果把它包起来吃 用烧饼把它包起来吃都可以 这就是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油糖这样的一个环境比例结构 理解了它 其实减肥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在这里边还谈到了一个异胃脂肪的概念 那么异胃脂肪 它自己的量 所以大家要理解就是什么呢 这个脂肪本身 它不是说先有皮下脂肪 后有内脏脂肪 再有我们的异胃脂肪 它不是一个递进食的关系 那么很多人会发现 大家自己并没有出现这种大肚子 就像我说的 很多女孩子我们看到过 她的身上的脂肪很多 但是呢 她就不长在腹部 因为这个和她自身的身材相关 和她是否生育呀 包括和她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腰部的这样的一些肌肉的控制力呀 等等的诸多元素相关 甚至她的腰部的这个 皮肤的这个紧密程度都相关 所以说她自己的腹部脂肪不多 但是也会出现一些什么卵巢型的问题呀 或者说一些子宫问题呀等等 那么就会发现 她自己的这个油里脂肪 这个异味脂肪已经有了 但是她会放到我们的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当中 那么好 那么看到了这个原因 导致内脏和异味脂肪的增多的主要原因 就是饮食过量 饮食过量的更主要原因 就是刚才我讲的 被一些所谓的美食诱导出来的 原本一碗饭变成吃了三碗 原本应该是吃十个饺子变成了吃了十五个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要懂得糖油混合物 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所带来的结果 那么 刚才这里面所说的 大家一定要对碳水化合物有着高度的认识 造成我们腹部脂肪肥大的 并不单单只能吃的肉 你吃的精米白面 米粉面条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如果大家又不能太去运动的话 我们就需要通过调整我们的饮食 包括用全穀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低升糖指数的慢糖来替代快糖 而且要尽量加大我们蔬菜的量 因为蔬菜本身它自己有一定的饱腹感 蔬菜本身还有一定的抗炎作用 甚至包括我们要随时随地的脑子中强化抗炎这两个概念 把这样的一些食物结构 改变食物结构 引入抗炎食品 在我们的身体当中 让它一步一步一步的繁殖起来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好 对抗炎症的健康饮食方法 那么这个标题写的挺好的 医生教你这么吃 选对介质 体内不再闷烧 那么 造成炎症的是一种介质 那么对抗炎症也是一种介质 我们稍微给大家讲一点点 这个话题留着明天给大家讲 在这里面我们要提到一点 体内的慢性炎症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恶化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一句话 慢性炎症是不能免疫的 不可能说是我怎么样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说我多胖我多瘦 我就能够永远免疫 不会的 那么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如何让你的身体到了七八十岁之后 也能够处于一个低炎症的状态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所以抗炎饮食纯净生活是每一个人一辈子的事情 而并不是说你把你的过往炎症解决掉了 你把你的高血压解决掉了 你把你这样的一些内容解决之后 你就可以终止 所以抗炎生活一旦大家理解了之后 会知道这是一辈子的一个饮食方案 我们看看持股教授持股院长给他提供的 来 第一个要素 EHA EPA和DHA EHA和DPA 这两个物质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常说的 Omega-3 所以说Omega-3 对它的认知 我们就要把它知道 它是EPA DHA 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因 是营养补充剂 一般来讲的话 在日本的话 把它用于了在鱼游当中 但是在中国 我们建议大家是通过亚麻子游来摄取 原因跟大家讲过了 首先第一个 我们和日本是一个岛国 而且他们自身的日料的生活习惯比较好 还加上他们自身获取深海鱼的方便性比较多 但是在我们国内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我们所吃的大量的鱼是近海养殖 在近海养殖的鱼当中 鱼身上的Omega-3 鱼身上的EPA跟DHA 因为它要吃大量的海藻才能转化 而海藻会让鱼的生长速度过慢 我们现在所吃的鱼 大家因为很多家庭当中养过鱼 我们会发现在饲养的鱼的饲料当中 基本上存在的还是一些偏碳水类的物质 就是偏粮食类的物质 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 其实让鱼身上的Omega-3的量并不多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谈到了一个观点就是 EPA DHA多存在于是什么呢 我们日常所吃的这种深海鱼当中 相对来讲 日本人所说的AA AA是什么 AA就是Omega-6 就是大家的叫法不同 AA就是Omega-6 AA在哪里 日本人也发现在肉类蛋类和植物等陆地食材当中 所萃取的油当中 所以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文章 也能够理解就是我们人类所需要的抗炎的第一步 就是Omega-3和Omega-6所组成的一个平衡体 所以建议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总是会说要多吃点鱼 其实我为什么不太讲这句话 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对大家是个误导 因为我们普通人很难分得清海水鱼和淡水鱼 尤其是深海鱼 深海鱼在我们国内摄取难度过大 所以我们不太推荐大家 根据我们国内的国情 我们推荐大家用的是亚马子油 因为亚马子它里边所含的EPA和DHA含量很高 但是亚马子油的问题在哪里 它的转化率会比鱼油偏低 这个就是大家为什么说 一些不太了解中国国情的一些营养学家 还是会推荐大家去用鱼油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推荐 因为它的差别就在这转化率这里 但是亚马子油在国内能够买到货真价实的 它是纯正的亚马子油 包括冷闸技术 包括从中平储存这样的一些技术 都能够在国内买到 而且亚马子的价格非常的便宜 我们可以通过大剂量的吃 用剂量的方式 每天一两 就是每天我们所说的 每天一两油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 用你自己的亚马子油 来用量来跟转换率 它做一个乘法 我如果用50克乘以一个百分之二三十的转换率 和你吃五克两克鱼油相比 还是亚马子油的效率更高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就不讲了 EPA和DHA较多的细胞 性格比较温和 不容易引起炎症 AA较多的细胞 性情会变得粗暴 容易引起炎症 这个是齿骨教授在这篇文章当中 给大家的一个结论 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讲过 全世界现在都已经发现 我们大量吃的精致油 它对身体有着一个强烈的粗炎作用 而调整为用亚马子油 为生活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油脂来源 你的身体这一点点变化 就是从粗炎到抗炎当中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做到 每天一日三餐在家里吃饭 能够每天每餐都自己烹饪 都用亚马子油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高效的抗炎手段 但是我们如果大家还是会外面有一些应酬 你们就要理解 齿骨教授也会讲到这个观点 就是我们AA就是Omega-3和Omega-6 EPA和DHA之间的一个平衡 这个平衡我们国内大概是在1比25左右 日本的话应该比我们好一点点 我们的沿海城市会到1比10几 我们的内地1比20几 因为我们平常吃不太到Omega-3 那么国际推荐标准的是1比1 就是我吃了多少Omega-6 我要多少Omega-3达到细胞平衡 那么最高标准也就是1比4 高过1比4之后 你的身体是一定会产生炎症反应的 好 今天关于我们讲的这个抗炎的内容 也就到这里 所以大家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下面的话给大家看一眼吧 也就是说 含Omega-6较多的细胞 在受到刺激后从细胞膜开始释放 就是你身体上的脂肪 它每一个里边都存在着一定量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脂肪酸 如果你存的脂肪酸是Omega-6 那么你的细胞膜释放的是它 在各种的这个酵素就是酶 在各种的酶的影响之下 能够变成引发炎症的物质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什么呢 叫做花生4C酸基链 这个在国际上是有一个专业定义的 那么引发的炎症 变成瀑布般在体内流窜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造成我们游离性脂肪 促炎的一个原因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 能够懂得引入我们的抗炎 引入到BKG 引入到亚马自由 那么让我们自身的EPA和DHA 在细胞膜当中占有上风 那么Omega-6制造出来的炎症介质的量 就会变少 这也就是站在植骨教授 简单理解就是Omega-6是什么 是促炎的 Omega-3是什么 是抗炎的 这两个一定要达到平衡 如果说3的量在上 6的量在下 就是我们知道1比1 甚至调整过来一个3更高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抑制炎症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好 我们今天的讲书时间就到这里 理解了它之后 就会让我们它自身的抗炎机制 抗炎作用 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建议大家把它纳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去 因为我们很多人 大家总是习惯 哎呀我这个病吃点什么好 其实不管吃什么 你要懂得底层逻辑是抗炎 你要通过油的转换 饮食的转换 引入引入一些 比如说像我们所说的这个AKG呀 水飞机呀 甚至维生素D呀 把这些食物呢 都尽量多的纳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来 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抗炎的一个基础